Leo聊事記 天安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達魯P圖對上葡萄人 這場比賽是島嶼地圖 那達魯地圖現在電梯算是蠻特別的 這是純海戰地圖 然後中間有一些黃金 還有一些石頭 還有一個遺跡在中間 遺跡的部分的話 每個島都會有各兩個 算是蠻平衡的 如果要搶遺跡的話 可以趁早去中間搶這個遺跡 好 那我們先來講文明的部分 文明是達魯P圖 達魯P圖最特別的地方 是他的每生一個石膽 可以增加200木頭 達魯P圖生封劍的時候 有多200木頭 可以比對手多造一些戰劍 或是多一個漁港 或是多兩個漁船之類的 讓自己的經濟更好 或是打出更好的強軍事 給對方壓力 可以逼對手出更多的戰劍 去防守 那比較特別的是 達魯P圖他的海戰 是有優勢的 是帝王時代的時候 帝王時代可以到這個樓船 這個樓船有點像是圍巾戰船的感覺 但他的遠防是非常高的 那傷害來說好像 我覺得圍巾戰船好像射速比較快 然後這個樓船的射速比較慢一點 然後他還是可以射4發 也算是散彈槍那種感覺 但遠防是超級高 我記得他遠防可以到11遠防 這個船的防禦超高的 這個重型奴炮只能打一滴血 滿誇張的這個遠防 但是要狗刀帝王才能用這個戰船 那前期的話 達魯P圖在海戰也是有極大的優勢 就是他的漁船有這個15的 一個磚載量的增加 這樣漁船就不用這樣跑來跑去 去補這個金槍魚 這樣一直來回 他只要補很久的魚 再回來一次這樣就好 那可以大大的增加這個 採集量死的效率 好 那我們來看普塔亞人 普塔亞人也算是對於海戰來說 算是有特化的 因為他的每一個單位 黃金都是減20% 包括這個戰艦 那除了這個能力之外 他的這個銀罐 克拉克反船 是可以增加近遠防的 戰艦防禦力 所以他的戰艦也是滿厲害的 而且他也有特殊單位 這個卡拉維爾反船 卡拉維爾反船算是 算是奴炮型的那種戰艦 他可以貫穿大量的戰艦 所以普塔亞出這個戰艦算是滿強的 而且招架也滿便宜的 只要43黃金而已 跟一隻小公的招架差不多 只是木材喔 多了一點而已 所以普塔亞來說 兩邊都算是 海戰特化的一個文明 但我個人覺得 WP圖可能前期會更有優勢一點 畢竟這個200木頭 給的支援量實在是太多了 一聲風鈴時代200 城堡也在給200 千萬不能小看這200木頭 這個 在這種高手的分段裡面 200木頭就 決定性的勝利 是有可能的 好 那我們這邊先加速一下 那通常的島嶼 兩邊都不會去打登陸戰 因為登陸戰太容易被守下來 對方只要出戰船 基本上是可以守住的 所以你只要出這個戰艦喔 這個有遠程攻擊力喔 延安還是可以用這個 單位去守 那家裡只要插體跟劍塔 基本上對方就騷擾不太到 然後再騷擾圍一下 然後對方 基本上沒有 打陸地戰的話 就不會有海 那沒有海戰的話 他就沒有漁船 沒有漁船的話 自己優勢就很大 所以 為什麼登陸戰比較少人打 就是這個原因的喔 因為你打了 一失敗 基本上就是 直接打GG 沒有例外 那 以守方式來說的話 登陸戰真的是很難進攻 尤其是打這種島嶼戰的情況下 你看這種地形 他只要在這邊插個劍塔 金放木頭去 全部守住 然後戰劍只要放這邊派 這個旁邊都可以守住 那你只要在這邊 再蓋個射箭場 出幾隻戰馬 基本上 就我守得很穩 然後海 一樣還是有優勢 魚繼續服 然後戰劍 然後去射他們家的漁船 但是打陸P2 這邊已經 爆了很多的這個戰劍 這個戰船 居然造了五艘 看對手只有三艘而已 這邊是三 三漁港嗎 好像不是喔 三漁港 哇靠四漁港啊 我想說他怎麼爆這麼快 但是對手的戰劍回來了喔 有點在包操的感覺 好這邊率先射兩發 但這邊打陸P2沒有馬上回神 直接被擊倒了一艘 那這裡還有四打四 但是後面有三艘戰劍在追趕著 那這樣子的話變成七艘打四艘 這樣還是很危險 打陸P2這邊可能要先後撤喔 再繼續射下去 可能會全部送光 好現在變成三打三的一個局面 兩邊都在秀操作 好那葡萄莎這邊選擇不追擊 先把這個戰劍的數量 先把它聚集起來 那打陸P2在家裡 並沒有斷這個戰劍的製造 反而是要一直去按這個戰劍 然後來匯合 不然你看這個戰劍數量 很明顯打陸P2在前期 有一個巨大的優勢喔 但我覺得這有優勢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是因為他的漁港造太多了 但他漁港造這麼多 卻不會斷戰船我覺得蠻神奇的 因為正常來說你四個漁港 封劍時代初期 要維持這麼大量的戰劍 其實是不太可能的 那他這邊一直不斷戰劍 我覺得蠻神奇的 這個戰劍還在按 還在還在 好這裡有轉 這裡稍微斷一下 好 他這是全力爆戰劍打拔 沒有在想其他套路的 就是戰劍一直劍 好 那食物的部分看起來還是OK的 在這邊果樹多一點去挖 7個人 把這個食物量拉起來 然後再靠自己的漁船 漁船自己的效率也是不錯的 來這邊可以撞到30個肉 放到30個肉之後回去 效率非常好 一般的漁船只能放到15個肉 打拔拔拔到30個 是別人的兩倍啊 好 防射這邊在沿岸蓋 這邊防止都可以當成這個 哨戰來用 可以擁有視野 比較好掌握對手的戰劍的動向 好那這邊這個村民是不是沒空好 被收掉了 趕快跑 完了 沒了 直接撿一村 好 那打拔拔拔這時候 已經按下了 城堡時代的升級 那看起來不會再開戰 通常一升級 WP2也不是 傻子 會跟對方應換 一定是先升到城堡時代之後 去點那個 二級射 跟那個奴炮戰船升級 才會再去開第二波的 開戰 但是這邊直接升入喔 這邊有一個分隊 分艦隊直接過來 但是 葡萄牙早就有意識到了 把這個 魚船 拉到家裡的深處 這樣比較不太容易被對手抓爆 左邊就靠房子 當這個哨戰 掌握左邊這個戰劍動向 這算是蠻高敏的一招 用這個房子 當視野 蠻有用的 好 看起來 達魯匹圖這邊要直接升入 然後做一個包夾動作 右邊移對 左邊移箭 葡萄牙這邊算是 有點 甕中之鱉了嗎 全部的戰劍都在家裡 沒辦法出去騷擾 達魯匹圖 魚船沒有被騷擾的情況下 這個魚就可以一直補 一直爽 肉量就越來越多 這邊戰劍出量來到31艘 但是葡萄只有18艘 戰劍數量已經差距10艘以上了 這邊已經優先升級這個二級射 但是這個奴炮戰團 剩下沒升 這邊剛剛一下而已 兩邊都是很標準的 二級射奴炮戰團升級都點下去了 再來就是要點這個彈道雪 彈道雪的話 成本投資會比較高一點 比較多的玩家還是會選擇 先去點這個戰團的數量 先點起來 盡量貼近對手 然後直接硬點 那彈道雪的話 有點像是要秀操作囉 那葡萄這邊我去按這個 大雪 那他如果先點大雪的話 就代表他的TC會更晚開 正常來說 他這邊3TC開完之後 他去幹這個大雪會比較好 但我也不太確定 到底怎樣才會最好的 我個人是喜歡3TC 因為他這邊如果先下大雪的話 雖然有這個彈道雪 但這個船艦數量很明顯 會很不夠 當然他現在戰艦已經輸的狀況 WP圖的戰艦數量很明顯 有點超標狀況 好 來看一下這邊 葡萄牙這邊想要利用彈道雪的一個優勢 去硬點 但是WP圖的彈道雪要好了 這個優勢只有僅僅的10秒 因為WP圖這邊也是沒有開TC的 所以大雪彈道雪給按得下去 但是葡萄牙是有開個TC的 所以目前看起來 葡萄牙如果再能狗久一點的話 可能會有幾乎會贏 但是這個戰艦數量差太多了 即使有彈道雪 也沒辦法秀出太多的一個傷害 因為這個戰艦 這個只要數量一多 就會變這樣子 很容易變成異常條線的一個直線 雜巨戰 就會這樣子 越拉越直 所以這種窄口來說 其實守方不要出去就好 一直守在這個位置 因為如果攻方一直在這個位置 很容易散開就可以擊火 很容易造成這個海戰的失利 所以海戰的一個細節 就是千萬不要 在這個窄口裡面互打 除非你要直接貼到底 然後再加幾招火戰團 或自爆團 夾在裡面 直接衝進去 這是最好的打法 但這個操作性的 有點太超標了 很像打那個星海的 果毒爆一樣的感覺 這個毒爆跟狗 要放在這個狗的中間裡面 然後一起衝進去 這個打法才會有用 好那這邊 打火P2 用船艦的數量優勢 直接挺了進來 沒有要在窄口打了 因為窄口打太久的話 對打火P2也不算是太好的一件事情 那葡萄也知道 如果對方深入的話 這邊的話 是最後一道防護線 你看這邊的海域比較廣 那海域一廣的情況下 就可以一致排 還有集火這邊 夾在一起了 大陸P2的戰艦 但是右側 這裡有一艘自爆船 要來炸一波漁船 難能炸到嗎 炸到之前就 瘋 這波操作還不錯 這三艘戰艦沒有被炸到 小鎮 但是目前沿岸開始 打火P2在封鎖了 這就是爲什麽登陸戰 好容易被守下來的原因 因為只要登陸戰 黑龍就被這個農套戰 可能給守下了 所以兩邊都是打一個 純海戰的路線 盡可能可以騷擾 對手的一個資源點 好那打火P2這邊 炸得不錯 好像炸到一點點 但沒有炸到太多血量 好打火P2這邊直接硬田 這個漁港應該是沒什麽問題 應該是要點掉了 這邊漁港越來越少 情況下 葡萄的戰船可能會越來越少 但是他這邊已經優先點下地龍時代 那打火P2這邊反而是 很難點下地龍時代了 這邊肉量很明顯不太夠 那這邊葡萄是有選擇去種田 但這個種田也沒有點一級田 我覺得有點虧 但可能到中後期 也沒有點一級田 這個農田很快就吃完了 要一直花這個60木 去補這個農田 然後非常的遺憾性 是這個地圖的木頭又很少 所以要省木頭的話 我覺得能省要盡量省 不能像他這樣子 直接不點一級農田 就上去 地龍時代我覺得這有點危險 因為你到地龍時代之後 你會更容易忘記去點這種科技 經濟科技通常都在城堡時代 普遍時代 我去點一點 地龍時代通常都在爆兵 或是在拼這個軍事科技 沒有在使用那邊點 經濟科技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葡萄 應該十之八九會忘記 去點這個一級田 應該從頭到尾就是這樣子 好 那WP2這邊戰劍越來越多 哇 五十一艘啦 這個戰劍沒有停過是不是 五十一艘戰劍 沿岸全部被他包圍 這裡想要偷租出去有點困難 這樣出他唯一的深入 就是剛剛挖石頭蓋城堡 然後守住一個岸邊 然後去蓋這個漁港 欸 結果這邊選擇把這個城堡蓋這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這個是一個河道地區 那 要比較小心的是對手 可能會把這個城堡蓋在這個位置 然後巨頭蓋還互丟 好 結果右邊這邊有一隊想要攔截 胡桃的戰劍 然後P組現在左右包夾 直接要包抄 剩下 胡桃的戰劍剩十艘了 那看起來這場的包抄行動非常完美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戰劍一艘一艘都倒掉 哇 這邊達魯P圖打得實在太好了 戰劍量還有四隻五艘 打得非常穩 好 那次普泰爾已經上了帝王時代 帝王時代之後 會選擇出這個卡拉維爾戰船嗎 剛好對方達魯P圖的戰劍蠻多艘的 那很多艘的情況下 用這個卡拉維爾戰船 好像是不錯的選擇 雖然我們有實際用過 但 新東西嘛 新玩具就是要玩一下 不然又幹嘛 對 葡萄阿倫這邊是好像沒有要打喔 他這邊是點這個重型奴炮戰船 好那沒機會看到了 完蛋啦你打這個奴炮戰船 阿如果WP圖帝王時代出這個樓船怎麼辦 遠防11你怎麼打 這真的是一大難題喔 WP圖這邊優勢很大 好這邊大家處理一下喔 好這邊變重型奴炮戰船之後 攻擊變8加2 8加2之後再加一攻是8加3 8加3的攻擊力出來了 但是還沒有點下化學 化學之後好是8加4 攻擊力12的戰船 即使是攻擊力12 但是WP圖的樓船是有防遠防11的 這邊看這個操作應該是會直接撤退不會硬打 OK 打數一下喔 兩邊都在爆這個戰船 好WP圖由於自己按著這個奴炮戰船太多了 所以選擇還是先升級這個奴炮戰船的升級 升級這個重型然後強力互玩化學 一次點下 葡萄牙才剛才剛點而已 所以這個時間點剛好 哇這裡要被攔截了嗎 好但是這邊回頭打一下應該可以的 因為對方還沒有變成重型的 OK變重型了 兩邊都是重型奴炮戰船 但是達洛P圖現在沒有化學 現在優勢是在葡萄牙這邊 但是葡萄牙的數量不夠多 可能還是會被打回去喔 哇這邊直接被這個 開口擠火喔 你看 這個開口地方 就是讓戰船比較好輸出的地方 剛好達洛P圖抓到這一點 哇 又要再來左右包抄一次了嗎 但是如果達洛P圖從右邊 想要直接硬移過來的話 會直接吃到城堡的傷害喔 城堡已經開始在輸出了 右邊的戰艦血量掉得很快 一直被城堡射 哇你看城堡打這個戰團速度 非常非常快速 好但左邊的戰團的數量也剩不多了 達洛P圖的 柔船已經登場了 遠防11 近防有2 攻擊力9加4 而且是一個散彈槍的傷害 你看一次射5發 哇 這個遠防真的超高 這邊白色看起來 這邊WP圖很有優勢 雖然這個柔船一次射5發看起來很強 但好像實際打上去傷害沒那麼高的感覺 不知道是不是錯覺 只是單純數量太少了 感覺數量一多的話 這個柔船還是滿有可看性的 很像那個圍巾大戰船一樣 直接射爆 不然是他遠防太高了嗎 你看 這個血量 要很慢啊 他這邊遠防是11 但這個遠防是12 但傷害好像不是只有打1滴喔 好像是有額外傷害的樣子喔 這個弩套戰船 所以實際打到這個柔船之後 並不是只有扣1滴血 好 但是這邊又要被包操了 右邊的戰船直接攔截 OK 普太高最後的戰船 也要沉船了 沒了 全部射光了 好 但是打入皮圖 還在出這個柔船 連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火炮戰場 都出了 像來直擊這邊漁港喔 還有這邊城堡的一個防線 那家裡喔 普太高還補下這個 那只要蓋下這個喔 就會一直慢慢跳一點支援 可以打一個支援無限戰術 那我覺得 普太高可能也快沒有呼吸了喔 他這邊 剛打我們確定這樣是不好事啊 他指出這個重型弩套戰船 琢死有點傷啊 好兩邊戰船一片排開 但就打入皮圖向左右包操的關係 葡萄的受到攻擊的面積是兩倍 那葡萄啊 只能攻擊的地牌是只有一面 而且這邊葡萄想用秀操作 一直在硬點一艘 好 一直 同時集火一艘船喔 這樣打得比較快一點 好那這邊 打入皮圖的戰艦 直接吃到城堡傷害 但城堡 打打入皮圖的柔船喔 傷害並沒有那麼高 但打這個弩套戰船是很痛 只要兩發就可以射到一艘戰船 傷害跟鬼一樣 神堡 神堡射身很痛 但打這個柔船是傷害蠻低的 遠防有十一就是不一樣 柔船的出量來到了十一艘 但這個火炮戰船也在出 火炮戰船可以稍微秀一下操作 但我覺得不太有 太有太常見的情況 就是用這個火炮戰船 直接去硬點對方的戰艦 因為很容易打不中 除非你是西班牙 西班牙的火炮戰船就打很準 欸呀 還少了 那這邊火炮戰船 只要太近的話 通常就往後了 就不會再往前送了 因為火炮戰船本身跑得慢 所以進程了 不要跟對方開戰比較好 中間這一波又來 阿魯皮圖的柔船戰船 爆掉的時候的動畫很精美啊 真悔是新單位了 等下這個 奴炮戰船 爆掉的時候是直接 直接沉船阿 但是這個 柔船阿 爆掉的時候有一個特殊動畫 會從中間凹下去 然後再幫他沉下去 這個 這個遊戲還是做的蠻細心的 這個我真的覺得西魯層字版 就是重製的太成功了 跟這個魔獸的比起來 是做的蠻好 好 那來看一下這個火炮戰船 也加入了戰局 但是這個有點難打到的感覺 欸 打空 有沒有這個火炮戰船 打戰劍就是比較悲劇的那種 還是拿來打這個 建築物比較實際 可以很容易就打歪了 右邊這邊有一艘 但是腰掉了 目前打火P2 慢慢在封鎖沿岸 只要看到沿岸有東西 柔船就會來找他 但是 葡萄牙這邊戰艦已經要沒有了 這邊在升級馬的裝甲 欸 這邊是要來轉騎兵的意思嗎 應該是會先轉落馬 因為黃金 這邊是龜臉的樣子 欸 為什麼是龜臉啊 這邊是不是可以挖 喔 這邊沒有戰艦防守 黃金有點難挖 好 但是葡萄牙這邊轉手為攻 好 蓋下了超大量的港灣大山戰 想要用這個無限支援戰術 慢慢拖時間 把達洛P2的支援給拖掉 但我覺得等他拖掉之前 不怕這邊就會被全境封鎖 然後就打GG了 好 這邊有一艘戰團去騷擾 騷擾感覺還可以 欸 結果達洛P2開始在這個島上蓋城堡 兩個島都蓋城堡 然後順利的拿下中間的礦源 好 那 葡萄最後的城堡也倒掉了 那這邊還在努力的 勉強爆出這個重型奴炮戰船 在右邊這個位置 好 上島之後 達洛P2馬上蓋下了漁港 要在前線了 去蓋這個戰艦的動作了 這個戰艦希望越來越多 好 右邊的奴炮戰船的數量慢慢激烈起來 大概有15艘 那目前看起來葡萄的勝利機率還是偏低的喔 現在葡萄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要清理正面的戰船之外 還有這個城堡要解決 那城堡要解決的話 這邊可能要靠這個巨頭 不然就是要靠這個火炮戰船 那目前比較可惜的是 蓋城堡 防守岸邊 然後再出巨頭去防守 比較理想一點 因為現在海岸邊還沒有打贏 現在不太好打贏岸邊實在太困難了 你看這個岸邊一直被打 火炮戰船就會一直拆建築物喔 這港灣大三彈被拆掉一個之後 又再馬上補下另外一個 這個資源量雖然是無限的喔 但是如果 資源沒有花掉變成 軍事戰力的話就沒有意義了喔 只有錢沒有防守能力 這個就沒有地方可以花錢了 大樓屁圖 公司很猛烈 還是在瘋狂燒羅村民喔 西班牙這 不是西班牙 不太好 這邊在升馬啦 那個清起兵跟平走 還有這個耕種技術 全部都點了 然後那這邊有1-2點這個 一直耕種 但是我覺得這點耕種 好像1也不大了 這個能種農田的面積也越來越少了 大樓屁圖正面開在清掃 這邊漁港的出於船的位置 那可能漁港要再往後蓋了 往後蓋的話 應該還有機會 但我覺得機會不大 因為這面的一個 兩個重要的鏈島 已經被佔據了 這個鏈島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防線 這就是為什麼美國 這麼重視我們台灣的原因 這個第一鏈島的防線是很重要的 當然這個大樓屁圖 防禦住這個鏈島 這邊的話 葡萄牙就只能從左右兩側 對達魯P隊來說就比較簡單了 中間只要放少量的軍力 或是可以打一個登陸戰 哇你直接打登陸勒 那只要把大量的戰艦放到左右兩邊 去封守對方的一個海域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中間這個鏈島有防住的情況下 還可以隨時派兵 直接去做一個登島動作 直接強行登陸 這個就是比較專業的登島的一個方法 由於葡萄牙家裡 並沒有陸地上沒有任何的軍事單位 這邊登陸一登上的話 可能會直接GG 因為連城堡都沒有 但是這邊軍演蠻該好 WP隊要來打一個步兵路線的樣子嗎 欸就是要選擇打馬 要打落馬嗎 那WP隊的話有個特殊科技 是這個烏茲鋼 不過這邊的話騎兵跟步兵可以無視防禦 DM的防禦力 然後直接對他們造成真實傷害 但是相對的他的馬是沒有那麼厲害了 沒有騎士也只有新騎兵 而且沒有品種 防禦也只有2而已 所以馬來說算是非常難用的WP隊 但是唯一的補正點 就是讓這個騎兵跟步兵有無視裝甲的能力 好 目前WP隊確實把左右兩邊的戰艦放了很多 如果直接封鎖 因為中間這個鏈島 在這個關係 敵人絕對不可能從這個鏈島衝出來 只要把大量戰艦掃到左右兩邊就可以了 這就是大量集火大量輸出 但是這邊有個城堡能守住嗎 大量城堡在修 那你記得一個戰艦數量不夠多 哇 要是葡萄亞出這個卡拉維爾的返船 不就好了對不對 這邊直接串燒 串爆這邊樓船 可能還有機會阿 還是要用大量自爆船直接追上去呢 也是個方法阿 那葡萄亞這邊好像有一點鐵 有點鐵頭阿 一直沒有出 有了再出了再出了 這個自爆船出了之後 要先去右邊嗎 他覺得右邊比較不妙 哇右邊這邊開始登島了 城堡也直接蓋在臉上 但這邊輕齊並直接開砍村民 家裡沒有城堡的關係 所以這邊村民基本上無路可逃 只能跑TC 但TC又被城堡壓了打 糟糕了 這邊戰艦還帶輸出 村民數降低至42吋 左邊這邊看起來自爆船也沒抓到任何東西 船的數量還是很大 自爆船還在暗 還有三哨不然也不知道中 爆破船能不能直接炸一波呢 還是 唉呀這邊村民又出去 完了 自爆船 做一波事情 炸 哇炸了 但是樓船的血量太多了 250滴 至少要三發自爆船 他能全部炸掉一片這個樓船 這樓船真的是 慘度十足 這有點像是海上衝車的感覺 而且還是有散彈槍的衝車 那應該是傷害 哇塞滾掉 遠防又高 這真是很難搶 好重型爆破船又要再來炸一波了 炸一下 哇 好像兩巴就夠了 如果距離夠近的話 好那這邊自爆船 這個自爆船沒辦法炸掉全部戰船的關係 苦塔亞凍受不了打錯了GG 家裡的島也被入侵人關係 實在是沒辦法 這邊城堡蓋下去可能守不太多東西了 這個練導防守的效果真的太好了 呃 城堡守在這個位子 再來就是戰劍從左右兩邊 夾弓進來 撿滅戰 全島封鎖 GG私密打 好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應該也沒什麼好看的 因為畢竟是這個海戰 但我覺得比較能講的是這個二級伐木 兩邊都點得很晚 還有這個手推車 因為二級伐木他們會這麼晚點 通常是忘記要點 但我覺得打這個海戰圖來說 你二級伐木一上層的話 更要馬上去點 畢竟你的船是需要木頭造的 這個二級伐木越晚點下去的話 你的船的數量可能就越少 這是非常有可能的 兩邊都有出現這種小小的經濟操作的失誤 但我覺得這有個關係到 因為他們在城堡時代跟封建時代 都打一個大海戰關係 所以很常就是打到一半 就忽略到這些經濟科技的一個發展 所以有點難免會忘記啦 因為我自己打的時候偶爾也會忘記 打久一點了 可能就不會忘記了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spotlight 我們啟動